客车昨天深夜行经国道1号南下146公里 突然失控 自撞护栏 车辆翻滚了好几圈 而车上一对男女跟宠物犬都被抛出车外 男子和宠物犬当场死亡 女子则是伤重 送一几酒 救护者赶到意外地点 车辆零件散落一地 一名男子倒窝在雪坡当中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救护人员指出刚到现场的时候 还有一名女子也被抛甩出车外 痛得不断哀嚎 所以立刻把伤患送到医院救治 没有气 应该是没有气 有两名患者都已经脱离车内 都已经飞到车外 那一名患者已经明天死亡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146公里 三一路段 国道远景勘察事故现场 不排除是自小客车失控 先擦撞外侧护栏之后翻覆 车辆翻滚好几圈之后 才停在外侧车道 整台车子几乎成了一堆废铁 从撞击点到男子沉湿的地点 距离长达170多公尺 车内一只宠物犬也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 谈飞很远 100多公尺 有一只科技小果 也是弹出来的 也已经无幸往生了 国道远景初步勘察 不排除是自小客车自撞酿货 死亡的22岁灵性男子家住台中 父母亲表示 儿子已经很久没有回家 最近联系要他回家一趟 没想到进城了不归路 重伤的卢姓女子是通宵人 两个人是朋友关系 抽血酒侧值都是零 但是零性男子没有驾照 所以到底是谁开的车 还有详细的肇事原因 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据张星杰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